一会儿我先讲完之后再给大家时间 下边我来讲一下写作 写作因为时间关系 我就讲几个重要的问题 第一个是造句题的技巧 造句题有我总结了18个考点 这个我没有办法今天讲了 我先讲一下非常重要的一个技巧 大家看这个是76节的第51题 怎么看造句题 一般是有这样的一个技巧 我们先看 看什么呢 看这个空格 空格所在的 空格前面的单词 空格前面的单词 第一个空格前面有韩国家 那么你找它上面不是有韩国家恩寺吗 也就是说上面是韩国家欧大 这样的一个对应关系 那么空格里边大概率呢 就是韩国家欧大的某种变形 是吧 那么下面这个也是一样的 我们看下面这个空格里边 空格 然后你找一下空格 有吗 就在前一句 那么下边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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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里的这个 这两个呢是它的考点 所以说我们造句题呢是用这样一个方式来做的 你首先知道这个技巧之后 然后它参考的这个考点 总结出来啊 大概20个吧 我讲一下 那基本上呢就可以了 当然也可能这个考别的啊 那就是你自己在扩充的问题了 在造句的问题啊 那么接下来是小周文 小周文的考点呢 我这里呢 这个都做了一个这个图啊 主要是分成这样的几个部分 第一个呢是小周文的开头数据表达 原因的表达展望和课题 这个是大的啊 大的结构 所有的小周文啊都是这样写的 开头写一个开头 然后再表达左侧的数据 右边会有原因 然后原因下面可能有展望 但也有可能还有一个图啊 都有可能 那么其中数据的表达里边有什么呢 有折线图 柱状图 柄图 折线图里面有三个数据 两个数据啊 还有百分比倍增 柱状图里面有增减百分比和倍增 罗列的 柄图里面百分比罗列啊 上一次考试好像就是 也有罗列的这样的一个 考试啊 什么是罗列呢 就是柱状图 好几个柱子 然后让我们把它写出来 但每一个柱子上面都有这个数字的啊 另外呢 原因的表达呢 是因果关系的表达 这个写作上来说呢 就因果关系嘛 但是这个因果关系呢 有可能是并列 也有可能是瞬间 什么是瞬间呢 就第一个原因导致了 第二个事情 但第二个事情呢 又导致了第三个 我就像连环套一样啊 那么最后呢 就是展望怎么表达 课题怎么表达 课题呢 就今后要做的事情 然后 现在这个有问题吗 怎么解决 解决方案怎么写 所有的这一些呢 大家注意都是用一个句子写的啊 他不是说用好多句子写 这是小作文中需要掌握的这样一些内容啊 那么时间关系呢 我们就简单说一下展望吧 大家看这个是第47届的作文啊 这里的展望呢 是一个期望 2023年外国留学生达到20万人 那么我们上边的这些考点啊 每一个呢 都有一到两个这样的一个表达方式 这个呢 我会在下周开始开课的这个写作课程呢 就会重点来讲了 那么大家掌握这样的一些表达方式的话呢 那么小作文就能写出来 比如说我们看这个句子啊 2023年 在哪里呢 在最后啊 在这个地方 就这么造句嘛 当然这里呢 还有一个单词啊 那就是这个单词要记住 这个单词写出来啊 那还是有加分的效果的 因为很多人写不出来啊 一字大呢 有好几个意思 动词的时候 它可以表示到达 告诉 告诉也可以啊 就是说把一件事情告诉别人啊 形容词的时候呢 它可以表示时间早 比如说现在上早 现在出发还早 可以这么表示的啊 就现在还早啊 背这个单词吧 背这个单词吧 背单词 这是一个啊 那么课题怎么表达 课题 77届呢 就考了课题 是吧 原因 他当时考的呢 就是卖场 卖东西 其实就是商场嘛 是吧 商场里面卖东西的问题啊 课题呢 它现在这个瓜节呢 有两个啊 就是今后要改善的点 有两个第一个呢 是高价商品的构成多样化 第二个呢 是改善配送系统 句型是 然后什么什么 是这么表达 我们举个例子啊 大家有没有发现啊 它这个瓜节呢 题目上是给了两个 你这两个呢 你要写成一个句子 一定要写成一个句子啊 这样才能够拿到理想的分数 那么我们在这里的话 你看 你要写一个句子的话 你要去分析这两个 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关系 它们俩什么关系呢 当然是并列关系了 所以说 我们这里啊 这个粉色的这个背景的部分呢 是并列的前边啊 然后后面呢 是第二个 我课题的第一个是什么 第二个是并列关系 用郭欧来并列的 这就告诉我们 郭欧的并列呢 你要掌握的啊 这是小作文啊 然后呢 我们来讲一下大作文 大作文呢 我只要想讲这样的一个问题 一个是审题 另外呢 是结构的问题 就是首先 我们要知道大作文 写什么内容 对吧 这个是第52节的大作文 沟通的重要性和方法 现在的题目呢 分成两个部分啊 首先第一个呢 是上边 它大概解释 它要考的这个是什么 是吧 就上边的部分啊 蓝色的部分 然后接下来呢 它会有三个问题 一二三三个问题 就这题目的构成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个这个范文 是当时官方给的范文 范文呢 大家这个 目标终结啊 大作文还是需要写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不写大作文的话 那你写完小作文之后 你应该时间会剩的 剩下时间干嘛呢 可以写啊 大作文得写的 呃 我们看一下啊 这个范文呢 大家不用一个一个读啊 我把其中的这个重点 其中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些东西 才能 所以才 它才是一个范文啊 这个呢 我先告诉大家 首先一个呢 是我们看啊 第一段有这样的一句话 一 一 第二个呢是沟通为什么不顺畅 在第二段 因为思考方式的差异 是吧 第二段的第二行 插锅棒写给差异 就是说我点出来的这一些呢 就是这篇文章的重点了 那你需要什么样的一个努力 使沟通顺畅呢 他先说需要积极的努力 然后写了三点 第一啊 第二第三 是吧 第一 第一就是关心对方 第二你的态度要好 态度端正 第三呢 你要在对方的角度看问题 这个是他的作文啊 那么他的结构是什么样的 这个是关键啊 下边的是关键 大家看啊 他的结构是这样的 首先一个呢 沟通的重要性和方法 这个题目他给了 那么其中包括两点 第一个呢 是重要性 第二个是方法 但这个方法里边呢 他又包含了 方法实际上展开来写的 是吧 沟通的方法的话 第一个呢 问为什么沟通不好 第二个怎么让他变好 那么他的 大家注意啊 第一个 就 这个第一段 第一个主题呢 是重要性 第二个呢 是 就三个问题这样的 第一个 沟通为什么重要 第二个为什么沟通不好 第三个呢 是解决方案是什么 是吧 这个是他的核心的 这样一个内容啊 然后后边是什么呢 后边的这几个 就沟通为什么重要呢 他写了两点 第一个呢 是为了人际关系 是吧 然后第二个呢 是你沟通不好 可能有误会啊 还有什么增值啊 这是一个 然后第二段呢 他写了沟通 为什么不好 刚才讲了 思维方式的不同 然后第三点 那怎么解决 他给了我们三个解决方案 是吧 三点 那这个呢 就是啊 这篇作文的结构 那么大部分作文呢 也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啊 什么样的关系呢 首先一个呢 他有三个问题 也就是三个主题 一二三 左边的这个大的一二三 那么剩下的内容是什么呢 对于他的一个解释 那其实这个作文啊 我觉得还有一点点问题的啊 大家发现有没有问题 他的问题在哪 他的问题在于 第二段的内容太少了 你看第一段 沟通的重要性 他写了两点 第三段呢 他写了三点 但是沟通为什么不顺 他只写了一个思维方式的差异 所以说你回去再看这个 呃 他的这个范文的话 我们就会发现啊 非常明显的啊 第二段的字数啊 明显比第一段和 第一段和第三段少 是吧 就感觉 不是很均衡的感觉 但是这么写 肯定能过六级啊 但是呢 总给人的感觉 好像中间差了那两个句子 所以说最好是啊 刚才这个结构上 也能看出来 最好第二段 再加一个啊 除了思考方式的差异之外 我觉得再加一个 可能就 这个文章就更好了 当然 这个要求就比较高了 这个是这个写作的 结构的问题 所以说我们写任何的作文啊 你都是这样一个思路 绝对不会跑题 肯定是这样的啊 有实行的 并且有实行的 并且有实行的